为什么大象死后不能碰,做死小哥非要碰,结果后悔已经晚了 提起大象,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大象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哺乳类动物 虽然体型庞大,但是性格温顺憨厚 很少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 甚至人类也可以抚摸它们 但是在大象死后却不能碰触 一位小哥不信邪偏要去碰,但是后果让它后悔 原来一群年轻人去野外的时候碰见了一头大象 但看样子,这只大象已经死去了很长时间 大象浑身的皮肤都骨胀得像一只皮球 仿佛一碰就会爆炸 一位小哥居然胆大的拿刀子去割大象的肚子 但当他刚割到一半的时候 大象的肚子却瞬间爆炸了 肚子里的东西四处飞散 而且散发出了难以忍受的恶丑 而大象的肚子之所以会爆炸 是因为大型动物在死后 身体里的内脏会出现腐烂 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 然后通过不断发酵产生气体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对其进行挤压或者切割 就会产生爆炸 所以如果遇到大型动物的尸体 一定不要碰 对此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看法